好,我今天鲁克SRD的网络课是给大家介绍托帕斯的指标化 就是indexing 我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有些地方可能叫指数化 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找到我们颜色封里边 就通过托帕斯的这个软件的使用 找到我们SRD普图里边每个颜色封所对应的HKL的值 它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有些人喜欢说指标化,有些人喜欢说指数化 托帕斯是一个工具帮我们来实现这样一个 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不好意思,我忘了放全体了 帮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呢,我的课程的主要内容呢 分下边这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指标化的简介 第二部分呢,是托帕斯软件中指标化展用的方法 第三个呢,是指标化的实力 主要介绍追求二乘法 来进行这个指标化的这种方法 第四个呢,是指标化结果可靠性的判断 还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指标化呢,其实就是从粉末演射的数据出发 把其中各个演射封所对应的经验 HKL能找到的这个过程 分过指标化呢,其实我们是相当于把一个 从一个一维的数据出发 来得到三维的这种解构信息 所以说呢,你可以选择中间的难度和这种 首先呢,它会难度会比较大 第二呢,它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三花亿粉末样品的颜色普图 指标化以后的这个结果 就是intaxing以后的结果 它是Cubic像 然后呢,就莫参数A等于10.606i 然后呢,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演射封的HKL值都已经确定 因为我们在进行指标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只有N条演射线 就相当于呢,我们有N个方程 然后来进行解这个指标 对不对 来帮助我们得到这个每个演射封的指标 而其实呢,位置数的个数呢 要大于,源源大于N 然后如果有立方向的话 位置数个数呢,就3加1 三斜的话就3加6 对吧 然后呢,所以说呢 因为位置数的个数呢 多于方程数的个数 所以说呢,它往往会有多个解 对吧,所以最后咱们要选择 从多个解里边来选择 看哪个解,最适合我们 根据封的三要素而言 根据封的这种封位,封墙和封性的三要素而言 我们这里边在指标化各种当中呢 主要用的是封位 这个要素 主要用的是封位这个要素 然后呢,指标化呢 首先呢,对演员数据有什么要求啊 因为呢,我们要根据所测试的结果 来进行指标化,进行indexing 来找到各个演色风所对应的 它的HKL的值 对吧 所以说呢 首先呢,这个 这个普图的演色风 得是我们所目的 目标的 或者说我们所针对的这个物像 的这个产生的演色风 不能是杂质的演色风 对吧 所以那样表尽量是纯像 尽可能减少杂质风 第二呢,就是 药品的结晶尽量的好 颗粒尽量的小 就像咱们之前所介绍的 粉膜药品的制备 我们的颗粒呢 尽量能控制在10个微米以下 在不破坏精力的情况下 把它控制在10个微米以下 这样能有足够多的 或者说5个微米以下 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也能有足够多的颗粒 参与这个演色 这样的演色风的强度会比较高 对不对 然后呢,风的 并且风之间的 相对强度呢 会比较更加可靠 有更多的精力呢 参与这个演色 第三呢 就是我们的风位置要准确 我们的演色仪呢 要足够的可靠 然后要高度准值的演色仪 风位的准确性呢 要在正负0.01度之内 当然有的老师呢 可能要求更严格 要求正负0.004 或正负0.005度以内 演色仪要 要很好地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呢 第四点呢 要有足够多的演色风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选择靠近低角度的 20个到30个演色风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数量的演色风 来进行这个指标化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总结出来呢 你要进行指标化 就是我们样品要存 然后呢 样品的颗粒要尽量小 尽量在这样的时候 要符合我们粉末 这样的一系二屏三等高 四驱折越五旋转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起点要求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演色仪 我们的工具要靠谱 工具要靠谱 然后呢 它的风位的准确度要高 在这种粉末演色谱图 指标化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采用的拓帕软件 拓帕软件呢 可以提供两种 指标化的方法 一种呢 是最小二层法 我们叫LSI方法 最小二层法 它是一种迭代的这种方法 然后呢 它一般这种方法呢 一般是选取低角度的 20到30个演色风 然后提取风的位置 根据风的位置 然后来进行一个 最小二层 最小二层迭代法的一个计算 然后来寻找到 最可挤的这种 警报参数 然后空间群 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 然后第二种呢 是LP的搜索方法 LP search这种方法 它是基于 蒙托卡罗的一种方法 然后呢 它不需要提供风的位置 然后直接可以进行 这种线性的拟合 但是呢 在这种方法里边 你需要告诉这个软件 你需要告诉Tobas 它可能的精细啊 可能的空间群 可能的这个 这个劲爆参数 你要提供一些 初始的数据给它 嗯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RSI 这个最小二乘法 这种方法 最小二乘法 这种方法的 主要特点就是 它是无缝集成于 这个Tobas的软件的 然后呢 呃 考虑了 并且它考虑了 零点修正 这样一个 一个因素 然后它可以自动给出呢 呃 可挤的空间群 还有惊爆参数 然后呢 对杂风呢 有比较高的容忍度 呃 然后呢 呃 当然呢 最后一点就是 除了风位置以外呢 呃 沿着风的强度呢 为权重 沿着风的强度 是作为一定的权重来计算的 最后的这种 最可挤的这个结果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呃 我们的样品的制备 一定要可靠 呃 风模样品的制备 颜色仪的呃 准确度一定要高 嗯 我们进行用呃 这些二乘法 进行指标化的呃 步骤呢 主要有下边几步 第一个呢 是寻风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Tobas 用基本仪器参数法 FP 就是Fundamental Parameter的方法 找到风的位置 进行找到风的位置 寻风 然后进行风形的拟合 找到风的准确位置 然后第二呢 根据风的准确位置呢 选择前两个 前二十个比较好的 强度比较高的 呃 比较单独的呃 这种重叠比较少的 重叠比较少的这种颜色风 然后呢 进行指标化 找到呢 来进行指标化的运算 找到最可挤的这种 空间群和惊爆参数 然后我们得到最可挤的 空间群和惊爆参数之后呢 第三步呢 我们要反过来 我们就利用我们所找到的 最可挤的空间群和惊爆参数 进行Poly和Lebel的这个 这个进修 然后看看我们所选择的 最可挤的这种空间群和惊爆参数 可否你和我们实际当中 我们样品的颜色风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 一个反向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步骤 比如说呢 这是一个流传签的样品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 在这个 你看在托帕子软件里边 你可以调入这个流传签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原始数据 对吧 调入流传签的一个原始数据 然后呢 因为机背引起参入法嘛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 相应的背底 当然你可以 emission profile 它已经默认有了 你可以选择相应的背底 然后呢 把仪器参入都输进去 仪器参入包括 测药仪的半径 然后呢 如果你用的 点探测器散热计输器的话 就选择 point detector 如果你选择 意味正在探测器的话 就选择 linear psd 对吧 linear psd里面 包括 探测器的开口 然后你发生性的 发生辖风的角度 发生度 然后呢 等等一些信息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我们都用的 因为这个基本一致上法 是用的是BB几何 对比较 Bragbo Britano的这种 几何方式来测试的样品 然后呢 你要告诉这个软件 你的 你的索拉 小峰的大小 primary solar secondary solar的尺寸 都可以在这里面输进去 把基本的一致参入 输进去 这是就相当于 基本一致参入法 我们告诉软件 我们的一致参入 是什么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进行这个 自动寻风 这边有自动寻风的 自动寻风的 这种按钮 自动寻风 自动寻风之后 然后你可以根据 风的宽度 还有门槛的高度 来确定你选择哪些风 来进行这样的计算 对吧 如果您知道 某一个风 它是杂质的风 它不是样品的风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风 去掉 不选择这样的风 对不对 然后自动寻风 然后呢 找到风的之后呢 当然如果有个别的地方 它有肩缝 肩膀的肩 有肩缝的话 你可以手动插入风 手动插入一个风 这样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找到 把所有的风 这个 都标完之后呢 你可以 在软件里边 把这个 精力尺寸这个参数 都调成同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是 同一个样品嘛 对不对 样品 所有的风 都来自于同一个物象 然后呢 所有的风 都来自于同一个物象 就意味着 这所有的风 在计算的时候的 精力尺寸 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说 这时候 精力尺寸的这个参数 CrystalSysL 就是Lowlands 自然精力尺寸的 这种Lowlands 这个参数 你可以把它设为 同样一个参数 比方CSL啊 等等 任何一个字母 都可以 或者一个单词都可以 这样的话 它所有的风 在进行拟合的时候 不基本的参数法 来进行拟合的时候 在 它就认为 你的精力尺寸 是相等的 嗯 然后呢 你就可以拟合普通 呃 拟合普通 你看 这是拟合完普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 拟合完普通之后呢 就相当于 你知道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 风的位置 对不对 因为你拟合完普通之后 风的位置都会出现在 都会出现在 这里边 fundamental 都会出现在 pick operation 都会出现在这里边 然后你可以在 pick face 单击右键呃生成 indexing range 就是生成这个指标 化的这个这个 结构 你看这边就会出现 indexing的这种这种结构 indexing的一个 一个一个选项 或者indexing的一个选择 出现在里边 indexing 选择出现在里边 你要选中indexing 对吧 选中indexing 然后取消掉 这个流酸签 流酸签 样品前边的 这个框框里边的 这个 去掉流框 去掉 就是选中indexing 而不选中流酸签 这个 这个数据 前边的这种 小方框 你就点一下 就相当于取消了 如果它带颜色 表明你选中 现在不带颜色 表明流酸签 这个竖状结构 我们已经不选中了 我们要运行的是indexing 对吧 indexing前面的这种 小方框 它是带深色的颜色的 然后进行indexing的时候呢 你因为 CenterCreat 这种深色indexing range 就相当于 我在这里边 我的风的位置 自动的会 我们所找通过 pick face 拟合到的风的位置 自动的会进入到 indexing的这个range里边 然后呢 我们要选择 最可挤的这种 这种 空间群 当然如果你对你的样品 有更多的了解 对吧 你对你样品 有更深的了解 你可以尽量选择更少的空间群 比方说你知道它就是立方向 你就可以只选择cobic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它是四方向 你就可以选择四方 或者正交等等等等 等种精细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你就把这种 这种精细都选上 但你选择精细越小 这精细越少 然后呢 这种目标性越强 对吧 准确度越高 然后呢 你就可以运行这种拟合 运行这种拟合之后 你会得到 你可以得到你很多的这种 结果 或者最科技的这种结果 按最科技的结果的高低的 这种GF的高低 GF goodness of fit 就是拟合度好 坏的高低呢 它会从上到下排序 对不对 从上到下排序 然后呢 你也可以得到 类似于这样一张图 类似于这样一张图 你可以这个滑动 通过滑动这个 这个鼠标的过程呢 这个小圆珠 就会在这个图谱上移动 你可以选择 过到Fitness比较高的地方 比较高的这种选项 比方说这里边 PMA21 就是过到Fitness 比较高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比较高的选项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一般会选择 比如说 对称性比较高 对不对 然后对称性比较高 这种精细 然后呢 另外呢 这种 晶宝体积比较小 在相当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选择 这种对称性比较高 然后晶宝体积比较小 的这种精细 当然呢 我们希望呢 说拟合出来的 比方红色的 说我们说 indexing的指标化的结果 指标化的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说 我们所进行测试 说得到 用PigFit 拟合得到的这些黑线 代表缝的位置 所有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缝位置 都在进行指标化的时候 都得到了相样的 指标化的结果 对吧 或者说相样的指数化的结果 它有个别的可能 没有得到 比方说 像虚线这个位置 就相当于 虚线的 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 进行指标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拟合的数据里面 有这样一个缝的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应该出缝 但实际上测试的时候 这个位置没有出缝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 我们这个缝度很低 对不对 我们缝很弱 我们在进行第一步 在Pig Search 在找缝的时候 没有找到 对吧 或者我们样品 制备的时候 等等各样的 各种的原因 所造成的 这个缝 没有被用来计算 对不对 这些都有可能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根据说测试的结果 选择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接近 我们实际结果的一个 一个指标化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Copy Copy这种Selection 我们Copy这样一个 一个结果 在这边选项很方便 Copy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 添加一个H-Cal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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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要 就相当于 我们要反过来验证一下 我们所选择的 或者我们指标化的 这个结果 是不是可以你和我 现在所有的演成风 对不对 添加H-Calface 那H-Calface之后呢 Paste in Destined Details 就把我刚才选中的 比方说我们刚才选到 PN2E PN2E 我们这个 PN2E 我们指标化的 排在第一位的 这个选项 对不对 就可以把这个选项里面 通过Paste In Destined Details 把相的差数 都给你带进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 这个 进行这个 用H-Calface来拟合 我们所测试的 实际的SRD的曲线 当然拟合之前 我们要把PickFace 删掉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PickFace会进行 会有干扰的 PickFace删掉 我们在这个 刘传签这个样品下面的 输上结构里面 直留下H-Calface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可以 你和SRD曲线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Range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 运行拟合 运行拟合之后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我们60度之前 这样一个所有的风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我们这个 现在的这些 这些参数 现在就或者说 我们刚才进行 Indecing指数化所得到 指标化所得到的 晶宝参数 然后呢 或者还有空间群的 这种参数 你可得到 对吧 说明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比较可靠的 这就是用最小二乘法 来进行 这种指标化的 一个过程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实际操作一下 然后布鲁克的 托巴斯转件 都有进行练习的 这种文件 比如说我们托巴斯的 练习的文件 就在C盘根目录下 比如说你是托巴斯6的 这种版本 C盘根目录下 有个托巴斯6的文件夹 托巴斯6文件夹下面 有个Total Tutorials Tutorials里面有 各种各样托巴斯 练习的这种 这种数据 然后你可以找到 indexing的 那个小指文件夹 然后在里面 就可以找到 LSI 最小二乘法 进行指标化的 这个文件 进行练习 流传间 就是其中的 一个实例 好 前面是 这个最小二乘法 当然你可以用 LP search 用摩托卡罗的方法 来进行指标化 摩托卡罗的方法 就相当于你要提供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给这样一个拟合的过程 比如说你可以先确定 风行参数 通过风的拟合 确定风行参数 比如经历和应变 这样也还有背底 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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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参数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你样品的文件下面 添加Hcareface 输入经历和应变的参数 然后选择LP search LP search的这一项 然后你要 当然你要输进去 可能的这种精细 就是你要有一个猜测的一个过程 对吧 你要对你样品比较了解 输入可能的精细 选择这个精细的第一个空间群 因为第一个空间群 这种对称性更低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输进去 精细参数的一个范围 你要给 说白就是你要给一个初始的精细参数 对不对 设定这个精细体积变化的范围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拟合 要告诉软件 要告诉软件在经营拟合的时候 在收敛的时候 要继续经营拟合 对吧 收敛的时候要继续经营拟合 然后最后拟合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还像这个最小二整法 指标化的过程是类似的 你要反过来 用Level的方法 或者Poly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来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全部你 看看我们所得到的 进行指标化的过程当中 所得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结果是否可靠 对吧 好 我们怎么颜色 图指标化 这种结果的选择 我们当然一般选择是 有更高对称性的镜包 一般情况下呢 软件会自动的根据 GUF Goodout Fitness 进行帮你排序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 排着前面是有更高 更高对称性的镜包 我们尽量去选择有更高对称性的镜包 另外呢 我们选择 尽量选择体积小的镜包 镜包的体积越大呢 这种风的重叠可能会越严重 对吧 镜包体积越小 风的重叠就没有 不像镜包体积大的时候 重叠那么严重 尽量选择体积小的镜包 然后我们尽量选择 颜色数目小的小的镜包 当然我们要求 其实这个镜包的颜色数目小 也应该覆盖我所有的 已经包含我所有的 所测试的SRT曲线上 这些颜色风的位置 对吧 然后第四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看 最初的我们全部的颜色线 是不是都已经被指标化了 如果没有被指标化的话 是什么原因 如果没有被指标化 是不是因为 我这个样品不纯 所带来的 那个没有被指标化的颜色线 是不是说 是我杂志的这个颜色风 对不对 然后第五呢 就是如果刚开始 没有参与指标化的 低角度的弱风和高角度的风 是不是可以得到指标化结果之后 我再进入全部拟合 那你和得到所有的颜色风 对吧 好 第六呢 我们如果指标化的结果当中 有明确的系统的消光规律 那么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可靠 第七呢 如果你已知样品的分子势和样品的密度 你可以计算一下这个单包内的这种分子数字 是不是整数来判断你的结果 是不是是不是合理 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的粉膜颜色图的指标化 你觉得结果不靠谱 或者呢 或者说 或者说你认为结果是错误的 或者说我们没有指标化的很成功 对不对 有一些颜色风没有被成功的指标化 那么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最可能的原因就是 你的 你的颜色数据的角度误差比较大 也就是说 你的颜色仪的准时性没有调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进去 加进去内标 然后当然你首先调整颜色仪 对不对 然后进步你可以加上内标 然后你来测的时候你来判断 因为内标的颜色风的位置是比较确定的 你可以来判断你的颜色风的角度 是不是准确了 然后第二呢 如果经测参数过大 或者对称性低 然后呢 颜色风的重叠严重 可能不能准确这种 颜色风的重叠可能会比较严重 然后这个时候对于这样的样品呢 你要选择这种 这种分辨率更好的颜色仪 对吧 把像样的重叠 颜色风重叠比较严重的 这些风尽量的分开 然后呢 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选择 分辨率更高的颜色仪呢 你可以选择 波长更长的这种光源 这样呢 也可以把这些本来重叠比较严重的风呢 可能选择波长更长的光源之后 它的重叠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然后第三呢 你的样品如果不存 然后颜色途中可能还有杂质的这种颜色风 对不对 可能会影响你指标化的过程 这样的话你要知道这个 你要设法的得到纯的样品 对不对 当然你也可以在已经指标化之前 先用一万软件 不如和一万软件进行一个物相检索 进行风的比对 找到你的杂风 然后我们再进行这种指标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选择杂风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方法 第四呢 就是样品可能会有严重的这种轴取向 然后原来比如说可能 本来应该出现的一些颜色风呢 因为轴取向的原因 它可能强度非常非常低 然后这样可能会观察不到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改改进你这样的方法 就像咱们前面所说的 缝红样品这样的方法 第一颗粒进行的小 10微米以下 甚至5个微米以下 在不破坏精力的情况下 对吧 这是细 那第二样品要平 第三要等高 样品的高度 缝红样品的高度 要跟标准高度一样高 第四 去除轴取向 消除轴取向 第五呢 这个能旋转 我们尽量的旋转 对不对 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 好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我们进行样品这种 粉末 这种指标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尽可能的得到一个高质量的 颜色的普图 然后呢 测试的时候呢 尽可能从低的 颜色的角度出发 搜集到高颜色质量的这种普图 然后呢 首先呢 颜色质量高 就代表着 颜色 首先颜色封的位置一定要准确 这是指标化的最前 最最最最重要的要求 然后呢 你的样品要尽量的存 对不对 如果你有杂像 你可以先用 一万软件进行互相分析 然后呢 排除这些杂像 颜色封的干扰 对吧 然后呢 另外就是 我们在衡量 我们指标化结果是否可靠的时候 你可以用多种程序 进行指标化 比对不同程序 进行指标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 然后这也是判断 我们指标化的结果 是否可靠的一种 一种方法 然后呢 如果指标化不好的话 也考虑一下 刚才我们前面说 提到的四种原因 对不对 是不是你样品还要砸像 是不是颜色仪的 风的位置不准确 你要通过加上内标来 来考虑 来解决 是不是走取向比较严重 等等等等 要要要 要考虑怎么样优化你的样品 的支备 然后呢 数据的 普图的 普图的收集的这样过程 嗯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关于 SRD普图指标化的一点介绍 有问题的话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对不对 各位